怎样彻底杀灭狗身上的跳蚤 怎样彻底杀灭狗狗身上的跳蚤 夏天来到了 很多狗狗身上会开始出现一些寄生虫 特别是常见的跳蚤 那如果是说身上有跳蚤的话怎么办呢 那我们知道跳蚤的话它繁殖力特别强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做好它每个月的预防 市面上的话会有一些体内外的蛆虫药 去给我们预防翘蚤的一个产生 如果是说发现了身上有跳蚤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的话不要太着急 我们先去给它做一个药浴 把身上的翘蚤给它洗一洗 这样的话会杀死身上大部分的一个跳蚤 第二个的话我们要去给它做体外的一个滴细 滴细的话可以做到一个击杀的一个作用 一般来说的话它的效果可以达到一个月 但如果是说身上的跳蚤特别多的话 可能我们间隔半个月要重复利用 第三个的话 我们要知道市面上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药可以去杀跳蚤卵的 所以是说我们在做了体内蛆虫或者是体外蛆虫之后 仍然发现身上有跳蚤 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是说身上的虫卵 让它孵化成跳蚤而形成的 那这些虫卵的话我们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平常的卫生和保健 等到它的一个虫卵孵化成幼虫之后的话 我们再去给它用跳蚤药去给它去杀死 那一般来讲的话 跳蚤孵化周期的话是21天到28天 两件事 跳蚤繁殖能力很强 目前市面上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杀跳蚤卵的 跳蚤的孵化周期是21到28天 所以每个月的体外蛆虫很重要 体内外蛆虫配合药率可以有效的预防跳蚤